嗨 我是凌薇 今天这一则影片或广播呢 我想要跟你谈三个方法 然后教你透过内容锁定你要的网站的精准客户 OK 其实以前我的文章也谈过很多一些 精准的客户或者是客户名单相关的内容 那今天呢 我想要跟你谈的就是 挑选精准客户的这个主题 到底该如何利用内容去锁定你要的这一群精准客户 其实是在网路上做网路行销 或者是你有网站想要经营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 OK 那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三个非常非常有效的方法 其实以前呢 大家引导流量往往都只怎么样 都只重视量 也就是说流量越大越好 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方式去增加网站的流量 例如像是多元的内容 或者是各种热门的一些关键字都把它放在网站里面 或者是去转载一些热门的文章 然后影片video等等 OK 但后来大部分的人他们发现 诶 奇怪我流量的量变大之后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真正有效的帮助到我的网站呢 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你的流量虽然大 但是都不够精准 OK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样打个比方好了 你是卖减肥产品的 但是你在网站里面放了很多很热门的关键字 可能有些是衣服 有些是一些美妆化妆品 然后有些是一些热门的video 你的网站流量虽然变大了 可是他们会跟你买减肥相关的商品吗 我相信很少 可能进来网站里面的这些流量 这些人他可能有千分之一 甚至万分之一 他们才是你的精准客户 也就是有可能会对减肥商品有需求的人 所以即使你的网站流量再打 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达到你要成交这个减肥产品的目的 OK 也就是说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帮你带来效益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以目前其实网站或者是社群发展的现况来说 如果你的网站的主题太广的话 我认为你就没有办法真正有效的去锁定 你要的这一群精准的客户 OK 因此你一定要懂得聚焦 你应该要把你的网站主题锁定在一个 很focus很聚焦的内容当中 这个就是锁定你精准客户的重要关键 OK 那接下来我就要跟你分享三个方法 来帮助你透过内容 然后去筛选出更精准的客户 首先第一个就是了解精准客户想看的内容 首先我认为你要先了解精准客户他们到底想看什么样的内容 例如我今天做网路行销 可能一些相关的网站或者是社群 我可能全部都是围绕着网路行销的主题 那我会去网路上搜寻一些相关类别的一些网站 然后看这些想学网路行销的人 他们最喜欢看的内容是什么 点阅率最高的内容是什么 最多人观看的文章或者是影片是什么 OK 当你了解这些资讯之后 我想你应该就知道 你应该要在网站当中去产生哪些内容了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就是网站内容行销的前置分析工作 这个是不可以少的 但是大部分经营网站或部落格的人 他们都忽略了这一点 他们只是希望一直增加网站的流量 所以拼命的去转载一些热门的文章 但是实际这些文章对它的效益几乎是零 OK 非常非常小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 你要做出和其他同类网站的区隔差异 接下来我认为你要规划自己的网站内容 让你的网站和其他同类型的网站有不一样的区隔 也就是所谓的差异化 你可以在主题上去做差异化 在内容上去做差异化等等 例如像是我的网路行销策略站 它的网站名称本身就是有做差异化的 那差异化在哪里 你看出来的吗 没错 就是网路行销 后面有策略两个字 OK 策略这个关键字 就是我网站名称的差异化 因为大部分做网路行销的人 可能都是针对整个网路行销这一块 然后去探讨 但是网路行销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的网站名称呢 就是针对网路行销策略这一块去做深入探讨 所以其实我认为好的策略往往可以让你的事业飞快的成长 而在网路行销领域当中呢 除了技术面的一些问题之外 其实策略面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而当你做网路行销 你也可以从内容当中去做差异 例如你可以去挑选网路行销当中的 像比较热门的像Facebook社群行销去深入探讨 这个其实也就是差异化 OK 差异化其实就是可以针对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内容等等 毕竟其实你要的是什么 是精准的客户 而并非是全部的客户 OK 因为你不可能吃到全部百分之百的客户 而且百分之百的客户当中 应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他可能都不是你的精准目标客户 也就是说他对你的产品 对你的事业 对你提供的服务都没有太大的兴趣 所以他不会跟你购买 他们都不是你的精准客户 OK 无论十一处行预乐其实往往都这样子 只是大部分的人希望去让全部的人都变成他的客户 所以他们做错了 OK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应该做出你网站或者是你的事业的区隔差异 OK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就是针对热门的内容去多撰写几篇相关的文章 这个第三个方法就是你要去挑一些比较热门在网路上 比较热门比较多人看观看 去点阅的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影片 然后去多撰写几篇相关的一些文章去帮你引导流量 例如像是以网路行销来说好了 像Facebook行销或者是社群行销 然后网路行销成功案例 或者是YouTube行销 甚至是SEO搜寻引擎优化等等 这几个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热门的内容 你可能会问我说 到底要怎么看 这个内容热不热门 其实你可以去Google或者是去Yahoo 去搜寻一下相关的关键字 然后看看搜寻的结果有多少个 那越多的结果当然就是越热门 OK 或者是去YouTube看一下 这个领域当中 哪些主题的内容是最多人观看的 观看次数最高的 这个就是热门内容的指标 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去针对 这些非常热门的内容 再去多撰写几篇相关的一些文章 或者是录一些相关的video影片 放在你的网站当中 因为这样子可以帮你 带来更多精准的流量 到你的网站和你的社群当中 OK 也就是说可以为你带来更多更多 你的精准的目标客户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那今天我就跟你分享这三个方法 希望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法 未来帮你的网站 带来更多的精准客户 OK 那祝你未来在网路上的事业顺心如意 产生更好的绩效 我是凌尾 我们下一则影片或广播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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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